香港90后越来越踊跃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 表达年轻一代的看法 每个人都会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和渠道 去抒发自己的感受 有些选择参与社会活动 上街游行 用行动去改变社会 但是有一些90后会采用其他的方式 好像画家李楚瑜 就是用正态的方式去分享自己对时事议题的所思所想 香港可能都给其他人觉得 整天都好像有很多的包围症种 又整天都有抗议 但是我就较为鼓吹我们用一些较为软正的手法 去说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看法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香港的90后好像永远都是 好像很激进的一些分子 好像整天对社会有很多很多的不满 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 但是其实我又觉得 其实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思想太多了 我们其实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用正面去看我们香港的社会呢 他说随着网络的发展 很多年轻人会选择用拍片和歌词和文字的创作 利用流行文化来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他更加喜欢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用软正的手法去表达我们的想法 更加可以令人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你只是游行 OK 人家可能不会知道我们要游行 我们觉得这件事有问题的十个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用不同的 用画或者用歌这些方面 其实人家更加可以清楚我们 我们对那件事的想法 今年一月 李楚宇开始一个有关香港的个人画展 画中的背景来自香港不同的地方和建筑物 这张画是由香港立法会 和在非洲所拍到的照片组合而成 名为角斗 它在表达香港立法会的议事厅 变成了议员舌剑纯枪的角力场 体现了政治的明争暗斗和娱乐性 以香港政府总部和立法会为题的作品 还有一幅施政或者容鹿 这张其实就是当时拍的照片 只不过是一只狮子在捉一只鹿来吃的 但是当我拍完这幅照片之后 我就想其实可以用在我们香港的一个 context都可以 因为我这个背景就是香港的政府 新的政府中部 而前面这只狮子加上这只鹿 鹿怪着的是一个拘肺 但是我们会想究竟它怪了拘肺 它是代表政府 还是它代表其实香港的人民 香港的大众呢 这个我就没有给大家一个答案的 我纯粹想大家想想 究竟其实我们觉得被拳制的是我们大众 还是政府呢 能够像李彩宇那样开始个人画展 去表达深星的青年应该不多 但是李彩宇认为 社会上有很多年轻人好像他一样 用不一样的方法和眼光去观察和评论 香港的社会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谭家琪的报道